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般若讲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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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就要 那这里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悲醇厚 大悲醇 醇洁就醇厚 厚道的厚 又醇洁又饱饱的 丰富 醇就是清净 厚就是那种 如母亲爱独生子一样的 这么多 大悲醇厚 这样去修行 不过 大波涅槃经也说到 那你发心要振的大波涅槃 那你要做到两个条件 念下来 身如金刚 心如虚空 那你的身体 一定要守戒律 所以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而且大波涅槃经还说 自己不杀身 引导众生不杀身 那你将来成佛以后 然后你跟你同在的 所有众生 都变成无量寿 你要活多久就活多久 所以往生造净土的 都可以无量寿 你自己不偷盗 而且引导众生都不偷盗 将来你成佛了 乃至你现在的家庭里面 不会招小偷啊 被骗啊 而且财富圆满 你自己不邪淫 然后你在家里的人 也没有男女感情的问题 而且你出生的净土 没有男女的淫欲的问题 然后要身如金刚 那最主要身如金刚 是来自于 你也讲 不失 慈戒 忍辱 那你才有 不但外表庄严 向好庄严 而且能够利益众生 心如金 虚空 这个虚空代表 了解一切 虽然这起天花板 那个是灯 那个是柱子 那个是冷气 但是你通通都可以包容 而且呢 虽然是天花板 柱子 冷气 桌子 麦克风 这三个名字 但是它的本体呢 都是空无自信 心如虚空一样 了解也不退 而且能够 让个个都安住 啊 你